小朋友就覺得 壞人一定是會嚇他或是幹嘛的 那我老公就跟他講說 沒有 壞人會對你很好 他會帶你去買你最喜歡的玩具 他會不會說 那阿公阿嬤你是壞人囉 沒有 他會說除了家人以外 的一些陌生人 他會讓你覺得你是他的好朋友 那我覺得就很好 因為他就是可以直接教育他 不要說怕讓他知道 就是這世界上有那麼恐怖的新聞 不要怕說他會被嚇到 日本也是啊 就是小時候就爸爸媽媽教育 就是說不難 那個比如說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就是 我給你糖果 然後我下一次還給你拼起零 來 過來 過來 然後就是有感到就是 做莫名其妙的事情 也是日本也有 所以就是我們從小到 從小的時候 絕對不難 不認識的人給我們東西 絕對不難說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爸爸媽媽說 我不要接觸那個陌生人 然後如果有人叫我的名字 然後我不認識他 不要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我下課了 然後平常就是我的爸爸媽媽 會來接我 但是那時候我的媽媽還沒來接我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男生他開車 我說Andrew 過來 過來 你可以上我的車 你媽媽叫我來接送你 好恐怖喔 但是我不認識這個叔叔 我覺得啊 不對勁 然後我就跑走了 對 後來應該在十分鐘後 然後我的媽媽真的有來 所以真的有小心 好恐怖喔 對 我記得那時候 我應該差不多是國二嘛 就是二年級的學生 那為什麼他知道 你不想二年級 他怎麼知道你的名字啊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我記得那時候很害怕 然後我媽媽也嚇到了 他應該是從以前一直在看你 沒有 他跟媽媽講媽媽嚇到 那個叔叔真的來 那個叔叔才是Andrew的爸爸 那你媽媽會 比如說小時候有打過你嗎 有有有有 其實我要說到黑人的媽媽 我覺得黑人的媽媽他們非常的兇 因為他們要幫孩子提早面對世界 對 我記得我有很多黑人朋友 然後他們媽媽會跟他們說這句話 就是警告他們 就是如果你這樣繼續下去 我要把 我要打你 打你變白 打到白人 對 他們說 I slap the black off of you 對 對 對 然後就是比如說我們要吃飯的時候 黑人的媽媽跟白人的媽媽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有一個小孩子問他媽媽 一個黑人的媽媽 就是媽媽 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我說我吃什麼你就吃什麼 對 很瘦 對 但是如果是一個白人的媽媽 孩子會說媽媽我們要吃什麼 我說你要吃什麼 親愛的你要吃什麼 媽媽就會給你吃 就這樣子 不一樣的口氣 對 很不一樣 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他剛剛說 有人去他的學校門口叫Andrew 對不對 我最近有看了一個國外的網站 然後他就說請不要隨便打卡 因為那個國外的網站就說 你打完卡之後 他比如說你小朋友第一天去上學 他要打卡 他好可愛 結果你不知道那個圖片後來就被倒走 他就在上面寫說 這個眼睛 四十五萬 這一個鼻子多少錢什麼的 就因為你打了卡 他可以到那個地方去找你的小孩 好可怕喔 所以就是他現在告訴大家 如果你在接送你的小孩 請不要在FB上面打卡喔 沙巴西很多人在用FB 然後他們去哪裡啊 他們都用FB就告訴大家 所以基本上FB什麼的 information都有 所以我要找夢多的東西 我看他的FB我都知道他在幹嘛 他去哪裡啊 所以有一些小孩子 現在用FB然後他們去上課啊 然後那個壞人他們都知道他們去哪裡 所以最近很多很多小朋友 就被一些不好的人被拿走了 因為在FB打卡那種的 對 我覺得日本跟台灣最大的就是 教育的文法的差別是禮貌 因為我們小時候 因為我很少就是被爸爸媽媽罵過 但是呢 我氣了 永遠都說禮貌 禮貌 所以我早上 我們學校比較向下 所以比較治安很好 所以就是我從家裡到學校 包括幼稚園 幼稚園跟國小都自己去 然後就是一出門 看到媽媽 早上 看到這裡 早上 早上 看到老人家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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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居看到妳一直搖頭嗎 沒有 這孩子啊 沒有 但我真的覺得日本的小孩 真的教得很好 我剛才跟愛琪的兩個人在聊說 我前一陣子我也是去日本 去大阪 然後呢我就去一家餐廳 那一家餐廳是很棒的豬排飯 然後它是比較安靜的 然後我一進去就被安排 因為病桌嘛 太多人了 然後一進去就想說完蛋了 我旁邊是坐小孩 哇 這一頓一定很吵 沒有耶 那個小孩 他就是從頭到尾 那筷子拿著 飯拿著 然後味噌湯打開喝完 我就是在那邊 差不多五歲吧 五歲六歲最多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 就自己全部夾完之後吃完囉 什麼 對啊 是啊 然後我就想說 他是誰啊 這小朋友是不是電動的 所以夢多 日本小孩在一開始 他懂得自己拿筷子 就要教他 開動 所以啊 所以我來台灣的時候啊 你看台灣的餐廳 爸爸媽媽不會管小孩 會跑來跑去 我真的嚇到耶 因為在日本的話 然後覺得就是這個家庭 教育不好 所以我們也是啊 就是小時候去外面吃飯 我記得三歲四歲的時候 已經開始就是 在外面說 我要吃吃吃 然後就吃吃吃 然後爸爸媽媽開始 怎麼吃魚 那個骨頭 怎麼 所以我們日本人就是很會 那個魚的骨頭 對 很會 然後就吃完之後 筷子放在這邊 或是就是看到那個工作人員 謝謝 我覺得這個日本的教育 我覺得不錯 我以前就是我長大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我們有一個吃飯的一個規則 就是說大家一定要一起吃飯 而且要等到每一個人吃完 才可以離開 這個是我覺得最特別的 所以你們有遵守嗎 蛤 你們有遵守嗎 就真的等大家都吃完才離開 會啊 一定要因為你就是要在那邊 跟家人一起 然後在那邊聊天啊 然後就是這樣 因為不然就是 現在很多就是 喔 叫啊 吃飯 好 來 好 就離開了 因為覺得要尊重這個時間 就是因為可能你的家庭時間 就比較少 沒有 很多台灣的阿公阿嬤 或爺爺奶奶 因為疼孫子 就說 唉唷 他坐不住了 你就讓他下去嘛 就會這樣 對 然後他們就開始繞著桌子 一直跑 所以我很好奇 妮可的小孩 他現在幾歲 我女兒 我女兒三歲半 三歲半 那他吃東西就是自己乖乖吃嗎 他OK啦 他也會用乖吃 真的喔 對啊 那全部都自己吃 你不用特別去餵他 他OK 我的兒子還需要幫忙一下 如果沒有幫忙的話 他會 幫他跑去給我們自己的 對啊 但是他很乖耶 在錄影的時候在等你 因為我去年去巴黎島的時候 我們去吃早餐 你就真的看到亞洲小孩 就是一邊跑 然後後面就是跟著爸爸媽媽在餵 但是同樣都是小孩子 在外國小孩 他們就是乖乖的坐在餐飲上 然後自己吃 對啊 對 即便吃得再亂 他也是自己吃 從小就要養成這個 那你怎麼教你的小孩呢 我覺得我在國外的時候看到那個 因為我那時候去的是六年級 那我們那個班級是 從一年級到九年級都有 所以我看到老師對那個很小的小朋友 跟他們講話的時候都很不一樣 老師一定要蹲下來跟他們講話 就說你現在要吃什麼 要喝牛奶還是要吃餅乾 然後給他做個選擇這樣 好 你現在要睡 你現在不想睡覺 那你待會兒就不能睡覺了 都是蹲下來跟他講話 跟他眼睛對眼睛的時候跟他講話 可是我回台灣以後我就發現 台灣的父母或是阿公阿嬤 都喜歡站著跟小孩講話 就是我跟你講 你不要這樣子 視線不一樣 就視線是完全不一樣 有時候小孩根本不想聽你講話 他就更不聽 根本不看你 那有一次我帶我小朋友出去 比如在餐廳裡面 他會哭鬧幹嘛的 我就想到說 外國人都會蹲下來跟小朋友講話 所以他在哭的時候 我就蹲下來跟我小孩那時候 一歲七個月 他的餐廳一直哭一直鬧 然後我就蹲下來 跟他同樣的高度跟他講說 你現在在這邊不能哭喔 因為這個地方是不能哭的 那我蹲下來跟他講 眼睛對眼睛的時候 他就很認真地看著我 然後他就突然忘記自己剛剛 為什麼哭了 他就聽我講話 然後就不哭了 然後可是過一會兒他可能又忘了 他又開始哭了 可是我又再蹲下來跟他講話 每一次我發現 我蹲下來跟他講話的時候 好像我很認真在跟他講話 很認真在跟他說話 對…所以我後來發現 這一招很有用 像剛剛加可講的說 他在餐廳不停地哭鬧 請問身為爸爸的你們該怎麼做呢 因為比較難 因為現在還小嘛 所以就比較不懂事嘛 所以如果他哭 他通常就是比較有原因嘛 可能就是抱著他一下或什麼的 你會先出去餐廳外面嗎 我不會 不會 我比較不會 可是就是他可能 還是請老婆小孩出去餐廳外面 或是玩具讓他自己就玩 或什麼 我的兒子有時候會去餐廳他會哭 你給他吃法國麵包 他會很開心 所以不會哭 所以給他法國麵包就好 再加上姿勢 麻煩你了